事實 事實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我活在裡面 第一次生理題他叫我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被抓進去的時候 我被起訴了 我被起訴以後 房裡面看到你們的書裡面 我在這個看守所裡面只認識兩個人 兩個人一個是蔣海洛 一個是李絲杰 兩個人都是當時調查局的處長 一個副處長一個副處長 第一個是李絲杰 她是副處長 她一看到我的急速書 我說 她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急速書的內容 我說不知道 她說什麼知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 在我們的概念當中 在前面應該是最親的 就沒有事情才在前面 我想她一看 我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講 那時候我還傻傻的 我還很開心 我說好啊你跟我講 她說很危險 二條意是什麼 所以各位老師這樣看 當你知道你起訴 比死心起訴 當你等待判決 那當世界裡面的心理上的壓力 是有夠大 我完全變了一個地方 我完全變了一個人 但是沒有多久 那個李絲杰 就跟我講 她叫我說 你要出庭的時候 你要要求對證 對職有了 有了沒了東西 但是因為這樣子 我的答片書 也是換我寫的 我現在手臂上還有一份答片書 裡面還有女士 記得的親子 親筆幫我修改的 也給自己在裡面 就這個樣子 沒想到 可能是上面發現 這件事情就把它掉走了 掉走了 掉走了以後 送進了誰 江海鵬 江海鵬是處長 那處長的時候 他跟我講 一進來 他就看到我就跪著 他說 他不找人 他說 其實很抱歉 我是調查局的處長 我叫江海鵬 我對不起你們 我很對不起你們 因為 我說為什麼 因為 我身受其害 事實是不是這樣 我不太清楚 他說 我身受其害 因為 所謂的誠職法條例 是怕跟你世間起得高 這個樣子 我一聽到 就是說 你這個人 我不想跟你講話 你說你製作人 也不可活 我不想跟你講話 沒辦法講 沒想到 這個人真的在1975年的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喪掉之上 那喪掉之上 是不是受不了他 苦呢 對他的養護還是怎麼樣 還是受不了 他內心的 意識兩性的責任者 他在這個地方之上 就這個樣子 所以在那個時候 好 好 好